游戏史上都有哪些值得意外的开放世界游戏 虽然开放世界是当心游戏领域的热门类型 但是想要做好做精 让玩家满意却并不容易 本期视频我们为大家整理出10款开放世界题材加做 保证每一款都经历过时间的考验 在玩家群体中口碑也很高 每一款风格都与众不同 良心推荐 记得点赞收藏哦 上古卷轴5 天际 提到开放世界类的游戏 不提上古卷轴5一定是不行的 作为游戏史上公认的经典神作 从本作中诞生的名场面 欠之数不胜数 即使你没玩过这款游戏 也应该听说过膝盖中雷剑 天际神 鸡神等经典梗 由此可见 本作在游戏界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地位 本作的故事时间 设定在上古卷轴4代的200年之后 玩家将扮演传说中的龙翼 踏上对抗巨龙奥独鹰的旅程 游戏有着庞大的世界观和超高的旧度 你可以听从给你布置任务的NPC的安排 去筛掉目标 也可以反过来帮助目标 去做掉起初给你布置任务的人 而且所有的NPC都有自己的生活细节 如果你愿意观察 你会发现他们前往目的地 也是需要一步步走过去的 路途中也会遇到各种困难险境 如果不幸在路途中死亡 你还会收到他的遗嘱 如果你从死掉的人身上 获得一件衣服道具 意味着这是他穿着的衣服 你拿走了它 就真的被脱下了 NPC会在突发的战斗中死亡 但只要你活跃一点 它就能被你救下来 之后你再到这里 就还能再见到它 别的游戏不会有的细节 在上古卷轴5的世界里 则全部都是理所当然的存在 在本作中 你扮演的就是你自己 你可以做到真正的为所欲为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在此基础上 还有各种各大谋地 可以把游戏魔改正玩家更想要的样子 这绝不仅仅是把画质 提升到杀坏你的4090显卡那么简单 而是真真正正的随心所欲 让本作的游戏性成为无可比拟的存在 在12年后的今天 人内有上百万的在线数据 足以可见这款游戏恐怖之处 如果你还没有体会过本作 请一定要来试试这部作品 辐射4和上古卷轴5一样 辐射4也是有必须社开发的一款 开放世界游戏 虽然它在开放世界的细节上 无法媲美上古卷轴5 但它采用开放世界 加杀盒玩法相结合的设计 同样也超级好吧 正如它的名字一样 这是一款末日生存像题材的 开放世界游戏 在游戏世界观的前期 基本与我们现实生活的世界相似 原子弹首次的实战表现 震惊了世界 人们真正认识到了核能源的价值 渐渐走上了过度依赖核能源的道路 但这种过度依赖 最终还是招来了新的浩劫 人们引来战争的爆发 但是躲在避难所中的主角一家 也突逢巨变 他的妻子惨遭杀害 孩子也被夺走 被困于休眠舱中的主角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的发生 再度踏上寻找孩子的旅途 已经是200年后 世界彻底变成了一番废土的样貌 本作中 除了像寻常开放世界那样 有着大量场景 丰富的资源 以及有些有了的NPC 和迷人的故事之外 本作的沙盒要素 可以让你按照自己的意愿 去建造设施 最后在片广阔的土地上 构建出自己的土地 然后让NPC们住进来 变成新的可供生存的家园 如果你喜欢墨世峰 爱尔登法环 首次采用魂系玩法 加开放世界元素的爱尔登法环 从罚首之初 就以傲人的成绩 再度把魂系游戏带到了全新的高度 诚然 比起其他要素过多 速度更高的开放世界游戏 法环的开放世界比较纯粹 引导玩家聚焦去探索广阔的地图 完成支线 以及与各种各样的敌人和boss 进行相对高难度 低容错的战斗之中 但在初次的战斗系统设计 与充满史实感的场景 画面的氛围渲染下 玩家很容易就会get到 在失败中建立起正向反馈的成就感 并且在越难越好玩 根本停不下来之中反复循环 而这一直以来都是魂系游戏的魅力 与开放世界相结合后 这个过程也变得更有趣 玩家可以更加自由地探索 游戏中的各个区域 并无过多限制 但游戏总能通过精妙的地图设计 让玩家走到优式好的路线上 再加上有全优作者 乔治·马丁扁起的世界观 更是为整个游戏过程 带来了无与伦比的氛围 喜欢黑暗幻想风开放世界的玩家 不要错过 这是由波兰开发商CDPR 开发的一款开放世界玩法RPG游戏 游戏的世界观 研系自经典波兰小说《猎魔人》 而在本作中 玩家将扮演猎魔人杰洛特 为了寻找女儿开启一段全新的冒险 游戏提供了五个大区域地图 可供玩家体验 这其中大部分区域都相对独立 但每个区域自身 都集聚自己的风景特色 拥有丰富内容可供探索 玩家每到一个村落 都可以到公告牌那里获取任务 了解到当地的村民的遭遇 展开一段或长或短的支线冒险 这部分的内容 可谓是极其丰富充实 这期计划玩家也会面临对话选项 你的选择往往在主线与支线中 影响着NPC们的看法 亦或者是他们的结局 虽然很多时候提供给玩家的选项 这我很坏的结果和更坏的结果 但这些选项 确实都成功地塑造了故事中的人物 让他们有血有肉 令人难忘 53的世界风貌 也在这个过程 生动诠释在玩家的面前 玩累了也可以和NPC们打打牌 或者只是骑着马 迈游在各自的风景中 当你看到黄昏景色的时候 请一定不要忘记截图 因为真的实在是太美了 前阵子本作推出了次时大版 提升了画质 修正了一些问题 还追加了全中文语音和全新视角 还没填过的玩家 请一定要尝试一下 荒野大标课2 荒野大标课2 是儿新足足开发了8年的 西部开放世界游戏 游戏围绕着亚斯摩根 和声名狼藉的范德琳德帮派的 传奇故事作为展开 让玩家铁在19世纪的最后岁月里 横行美国的亡命之旅 被称为细节狂猛的大表哥2 再次验证了儿新恐怖的开发实力 在你真正于主题中 他们塞进去了根本数不尽的细节 来充实这个世界 只要你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那这些细节 就会带来无穷无尽的沉浸感 就比如游戏里面 站在劳作的工人 如果你很有闲心站在旁边观察 你会发现他们的工作 真的是在把一颗颗钉子 一下下钉进木头里 不同品种 不同性别的马 也会拥有不同的性格 有的很忠诚 有的马则会胆小的 遇到钉点危险 看到点恐怖的东西 就把你从马背上扔下来 然后自己跑掉 更不用说一些枪打到牛奶罐上 会流出牛奶 打到啤酒罐上 真的会流出啤酒等等 细致如微的设定 8年的研发时间 让这种钻牛角尖式的细节 充斥在这个体量 庞大的游戏的每一个角落 这种开发游戏的方式 真是豪迈到让人难以拒绝 如果你的西部提斯感兴趣 那么无论是当下还是未来 本作永远都是带你 零距离接触那个时代的 最佳版本 萨尔达传说 王国之类 和其他开放世界不同 萨尔达传说 王国之类 是纯粹的玩法为王的 开放世界游戏 甚至更深刻一点说 与其说构建玩法 规则体系 然后定好边界 接下来的事情 就全部交给玩家了 相信大家都已经看过不少 别的玩家在王国之类中 建造出来各种奇怪东西 但那只是一部分 比如面对一条河 或者是一个谜题 你可以结合目前举色状态 和手中所持有的道具 用各种办法通过它们 可以简单粗暴 以力破巧 也可以结合你对游戏机制的理解 去发散思维 靠简单或者复杂的创意解决 一切全都取决于你的脑洞 最关键的是 无论多么离谱 只要你对游戏机制理解的没有偏差 那么就基本都能实现 可以说 只要你不和别人较真 具比什么公关速度 造高达之类的 那么本作真的可以成为一款脱离效率概念 让玩家纯粹的沉浸其中 去享受探索过程的开放世界游戏 给他爱武 你能想象一款曾经白送过的游戏 白送时都把服务器挤爆了 送完后还会继续热卖吗 不谈游戏本身的内容 只凭借这一点 三男一狗的传奇性 都可以说达到了究极恐怖的程度 说它是任何玩家都难以拒绝的游戏 也不为过 作为一款都市题材的动作冒险游戏 游戏中支持三个主角键 随意切换 驾驶汽车横冲直撞 或者站在车底拿出武器 对目之所及的一切事物 倾诉你的怒火 在于赶来对付你的敌人们 殊死一战 然后重枪倒下重生 在城市里踏破一切规则 去歇斯底里的疯狂一把 相信是任何玩家都无法拒绝的 但给他爱武 回到剧情中 回到他们的生活里 他们都会变回普通人 去经历和处理那些糟糕透顶 甚至是头皮发麻的事情 你能看到他们自身的问题和缺陷 也能在犀利的幽默中 看到他们的努力和无奈 因此这是一个要自由有自由 要狂放有狂放 但要深度 同样也有深度的游戏 老崔迈克 还有富兰克林他们之间的关系 值得每一位玩家去亲自品位 正当防卫三 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希望 生活或者游戏能够简单一点 不要有那么多顾虑和束缚 把这一点真正做到极致的 活手推正当防卫三 游戏中虽然我们是正义的一方 要通过武力手段摧毁邪恶组织 但实际上 游戏中的这个 做400多平方公里的美迪士岛 绝对就是我们的游乐场 你有太多的武器选择 可以在这里随便的上天入地 尽情的大闹一场 火箭弹 加特林 甚至是小型核弹 都可以随便用 什么 你说这里是主角的故乡 那都不重要 你就说 坏蛋们是不是被解决了吧 虽然这种可以摘到 场景中80%的体验 随便考虑一下 就知道爽感不会持久 但哪天不爽了 就可以像无双割草一样 在这里过过瘾 如此解压爽游 说不准本作 反而会成为陪伴你最久的 那款游戏 合金装备武 换套 这是一款天花版级的 战术谍爆潜入类 开放世界游戏 游戏的舞台 设定在了非洲 阿富汗主线任务中 我们需要扮演Big Boss 探上寻仇的故事 而在支线之中 我们则需要获取各种物资和人员 来建设我们的新基地 然后随着基地的发展壮大 我们才能进一步 获得更加强力的支持 比如研发更加强力的专业武器 就需要你在战场中 俘虏到对应专业的人员等等 基地的壮大 为Big Boss接下来的战斗 提供充足的保障 而在实际战斗中 你将面对的是一个 充满着无数变数的动态战场 千变万化的玩法 可以让你在这个要素 丰富到可怕的游戏中 弯出数不清的乐趣 正面进攻也好 悄悄潜入也好 无论你选择什么方式去战斗 接下来都有无数的细分选项等待着你 可能在荒野之期推出之前 本作大概是那几年玩法方面 整合视频最多的开放世界游戏了 再加上演出效果优秀 且令人生死的背景故事 哪怕过了这么多年 也嫌有游戏能够做到此种高度 喜欢潜入类游戏的玩家 无比推荐 虽然糟糕的项目管理 最终让本作的口碑爆雷了 不过到目前为止 2077通过修补所达成的质量 也够得上是一款充满遗憾 但体验上很有特色的开放世界作品 继承自巫师3的任务设计和叙事模式 使得本作的剧情体验非常有代入感 因此尽管这款游戏中 仍有着太多太多难以自圆起说的硬伤 比如主线与支线之间过于割裂的矛盾 但如果你主动式的去忽略到一些 在时间或空间上存在的矛盾问题 那么本作设计的优质支线剧情 绝对会让你感受到 CDPR对赛博朋克世界观的塑造 有着独大的才华 比如怕难的相关内容 还有课里的那部分内容等等 因此如果你没有被本作过往的品质伤害过 同时又是以一个亲密的价格入手的话 那么本作将会给你带来一个 直回票价的赛博体验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推荐的全部内容了 不知道各位还会过哪些质量优秀 令人留恋的开放世界游戏呢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推荐 如果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可以点赞关注支持一下 这里是碎纸记的良心推荐 我们下期见